Happy Birthday to Rebian Taiwan Hello 那今天 帥哥師兄呢 就不能出席你的 生日的派對啦 那在這裡呢 我當然要祝你 二十一歲 生日快樂啦 二十一歲囉 那 逮過來了 不要亂做東西 好像出街還是要打電話給媽媽 給他交代一下 然後 我這次呢 當然是要祝你 發片成功 那 師兄呢也會盡量寫一些好歌 所以讓更多人聽到我的作品 然後 你還唱得很好聽 除此之外 也祝你 減肥成功 那 最好是撿到像我上次跟你說的 那個韓國明星那樣 現在那麼辣 那麼Sexy 如果你可以瘦到像他那樣呢 我 追你 一直追你 死三爛打的追你 在跑步的時候 好 不講廢話 那我今天呢 要 代表公司 傳達一個指令給蔡宜文 好 蔡宜文 解釋啦 那 首先第一個 就是 那第一個是怎麼講 好 第一個呢 那希望 你可以 減肥成功啊 至少 五個KG 5KG減到就賺得厲害 就完美了 第二個 這件事情呢 就是 要 什麼去啊? 演戲演戲 好 第二個 就是 要挖解你的演技的錢呢 就是我偷告訴你 演戲是很好玩的 除此之外呢 因為錢你的收入那方面呢 也會很開心 所以 不是過來人 要聽我的話 趕趕去演 不會的話 就打電話叫師兄 另外再給你刷錢 那第三 就是要 很會講話像師兄一樣 沒有看的 一路講講到現在有沒有 那希望你口才又好啦 然後這樣呢 其實 不是要你這麼做 也是因為希望你有一天 可以成為一個 全方位的藝人 那這個是最重要的 那廢話 傻說 你要Enjoy你的生日 Party啦 Happy World Day 2 掰掰 欸 等一下我還沒講完 今天26號是你生日嘛 你不要忘記喔 今晚的12點 是誰的生日 你錯就是帥跟師兄啦 所以我就期待你的回憶囉 Enjoy 我要工作了 掰掰